如今陆剧已经是95后的天下 像是最近出现在半熟男女田希薇 柳州记 王楚然 流水条条 李兰迪 还有赵露丝 于书星 张静怡 周也等 通通都是95后 这些95花不像杨幂 赵丽颖是从一个个小角色磨上来 反而有不少人一上来就是主角 或是搭遍各大人气男星 手握好资源 如果没有过硬的实力匹配 就很容易被吐槽是资源咖 近期陆网也热议心目中 最强资源咖 录据95花 以下是网友票选的top10榜单 田希薇第六 赵露丝第四 冠军是他 网评心目中 最强资源咖 录据95花top10 孙谦 孙谦这位95花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他和任敏 张若南都是光线传媒力捧的小花 不过孙谦大多还是都在热门剧里演女配 2022年孙谦 在赵丽颖的风吹半下 饰演野猫高心仪 让人印象深刻 近期在家庭剧 烟火人家和陈静可的CP也大受欢迎 孙谦虽然不缺戏牌 但和其他95花相比 他资源其实不算好 主演的大多是 大家记不住名字的二三线网剧 没怎么参与过顶级大制作 不过孙谦在风吹半下 烟火人家演配角接连获得成功后 知名度提升 今年他也接下重磅古装剧大生意人 合作陈晓 朱亚文 孙谦走的路线和其他95流量花不太一样 但戏路挺广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陆剧95花Top9 李兰迪 李兰迪是童星出身 又凭借青春校园剧你好 就时光窜起 他的资源或许比不上赵露丝 虞书欣这些小花 但一直不缺戏拍 这几年陆续推出星落宁成堂 一路朝阳 谢谢你温暖我 等剧 尤其近期刚完结的流水迢迢 更是获得不错的口碑 李兰迪演技稳定 演戏很能感动观众 所以不少网友反而都希望李兰迪 能有更多的好戏找上门 李兰迪这几年靠着星落宁成堂 一路朝阳奠定口碑后 近期合作人家轮的流水迢迢 也获得观众肯定 而接下来还有合作谭剑次的 现偶剧绿镜 两位都是演技让人放心的演员搭配啊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8 杨超越 杨超越的资源或许比不上其他95流量花 但作为偶像女团 杨超越转型演员后的影视资源 一直是团体里最好的 首部影视作品极限17就是女主角 后续又参演且听奉鸣 说英雄谁是英雄 虫子等剧的女主角 连拍了好几部古装剧 杨超越还有一部顶级大制作 七十极祥 这是对标苍蓝绝的重磅剧 知名小说改编加人气演员加持 但却播得很差很差 杨超越的演技一直无法受到观众认可 因此她的好资源也一直引起不少网友反弹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7 王楚然 王楚然落在后半段 王楚然出道8年 主演14部录剧仅6部女主角 和赵露丝 张静怡等人相比 女主剧比率偏低 王楚然在清平月 玉谷瑶 上时这些古装剧 演的都是女配呢 资源不算特别好 王楚然是因为清平月超美的古装扮相 加上我的人间烟火才流量大涨 而在今年暑假荡期播出的柳州记 王楚然除了超美的女侠造型 与张婉逸先婚后爱的有趣剧情 让观众爱不释手 也让王楚然人气直冲 接下来还有与谭剑刺合作的 现舞剧爱情有烟火 目前已经杀青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6 田希薇 田希薇是这几年窜火的95花 早年田希薇演了不少小成本网剧 她还曾获张婉逸一起出现在 杨颖的主演的 《我的真朋友》演小配角呢 两人在剧中演一对情侣 但当时都没人认识他们 田希薇是后来因为如此可爱的我们 《青青日常》等填充网剧的成功 这几年才慢慢话题上涨 《青青日常》爆火后 田希薇的资源就明显升了一级 而在近期的半熟男女 虽然不是大家喜爱的梦幻甜宠剧 但渣男渣女爱情故事的特别剧情 也让此剧掀起一波话题 而田希薇在剧中饰演女主何之男 真实的角色设定不止让观众代入感高 也让田希薇成为近期话题焦点人物之一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陆剧95花top5 于舒心不少95花一上来就是女主角 但于舒心很特别 她是从小配角演起 后来转为偶像爱豆 又再跑回去演戏 早年于舒心曾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新编程浪子等精品古装剧演过不知名配角 直到参加青春有你第二季走红后 又以下一站是幸福 菜鸣鸣一角获得高热度 而于舒心流量大幅上涨 则是靠着2022年的苍蓝绝 苍蓝绝制作精良 剧情高堂快进 一举将于舒心和王鹤蒂捧成流量 在这之后 云之雨 奇今昭 更都因为于舒心而话题高涨 连续几部剧的成功 如今于舒心已经是能接下 S加大制作古装剧一番女主的咖位了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4 赵露丝 赵露丝的资源确实也不错 赵露丝出道8年 主演20部剧 其中16部都是女主角 仅有出道初期的凤秋皇 蒙七十神 和2021年的长歌行为配角 还有主旋律剧胡同 赵露丝为其中一个单元的主角 不是绝对女一 其他赵露丝基本都是女主范位 赵露丝在还是小透明的时候 就不缺戏拍 2020年凭借传闻中的 陈千千寸火候 资源更是明显上升 参演的且是天下 星汉灿烂 长歌行都是重磅剧 不过赵露丝也争气 他甜甜的长相很讨喜 观众看到他的戏就会想追 收视号召力很强 因此虽然赵露丝资源好 但还不至于让路人太反感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3 周也 周也签约在李冰冰的和宋传媒 他很瘦和宋力捧 刚出道就在周冬雨 易烊千禧主演的电影 《少年的你》演了要绝 后来在古装单改剧 《山河令》演了配角 《故乡爆红》 这之后 周也就都是女主角咖位 不过周也虽然女主剧不少 但大多都是小成本制作 而且周也与王赫帝 合作战火中的青春时 王赫帝还没凭苍蓝爵窜起 和谭剑次拍 《很想很想你的》的时候 谭剑次也还没凭 《长相思》爆火 因此周也虽然资源不差 但被认为还没有逆天到让人眼红的地步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2 任敏 任敏拿下第二 任敏也是这批95花里资源不错的一位 刚出道就凭借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打开知名度 第一次演电视剧 任敏又在清平月演 活了福康公主赵辉柔 话题度更胜女主江书颖 演技几乎零负评 不过去年任敏搭档 肖战主演的古装剧《玉骨遥》上线后 任敏的古装扮相被许多网友吐槽 这才开始有些网友认为它是资源咖 任敏搭档过不少人气男星呢 像是玉骨遥搭肖战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搭工 郡 锦绣安宁搭张婉义 群星闪耀石搭李县 其中玉骨遥和锦绣安宁都是顶级大制作 任敏资源真的算不错 网评心目中最强资源咖 录剧95花TOP1 张静怡 网友票选冠军是张静怡 张静怡是这几年崛起的95后女星 虽然流量不如赵露丝和于书星 但她很受公司力捧 张静怡签在陈坤和周迅的公司东升未来 她出道以来从未演过电视剧《女配》呢 第一部校园剧《疯犬少年的天空》就演到了女主角 后续更搭档陈兴旭演了一件清新 还有点燃我 温暖你和西花纸等偶像剧 张静怡更接下了古装剧《藏海传》合作肖战 这部剧由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指导 张静怡就连电影资源都很好 和梁朝伟 王一博演了《无名》 张静怡目前暂未有一部广受认可的代表作 但合作的几乎全是一二线男星 因此被认为资源逆天 她也被看好有望成为纪赵露丝 于书星之后 又一位95流量花